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雁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盖尔泰宝和他的那些不屈的反抗者们 我们接着来讲挪威的抵抗运动 在德国入侵之后,挪威的最高法院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了防止政府流亡海外导致的权力真空 防止德国侵略者趁虚而入,来夺取国家政权 所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联合了一些留下来的高级官员 紧急成立了行政委员会 作为战争初期的离时机构,接管了挪威政府的各项工作 而德国人这个时候呢,也需要一个保持挪威正常运转的机构 也就默许了挪威最高法院的这种行为 但是随着挪威被全面占领之后 傀儡政府和他背后的德国纳粹就想把政府中的反对者全面清洗掉 当时傀儡政府的司法部长李斯内斯 就想废除法庭的司法独立 由自己赌长任命或者开除陪审团成员 法官助理和裁判员的权利 最高法庭就认为他的这种行为 是对司法权利和司法独立的严重践踏 违反了挪威的法律 那么双方面的冲突就迅速的激化 为了表示自己绝不屈服的态度 1940年12月21日 挪威最高法院院务人员集体辞职 以抗议德国人和吉斯利政府破坏挪威宪法和法律的行径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的集体辞职 这可以说是挪威被占领时期以来 针对德国统治的第一个真正抵抗的姿态 它的意义是极其重大 在这之后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伯格 就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挪威的主教伯格拉夫 一起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抵抗组织 祖国阵线 它超越了政治界和宗教界的范畴 延伸到了挪威的整个社会领域 它囊括了非暴力抵抗运动和武装抵抗运动 使得抵抗的形势多样化 因此呢 挪威全社会的抵抗活动 从无趣走向有趣 再加上领导层的努力 和挪威的流亡政府 其他的盟国政府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这样呢 挪威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就蓬勃的发展起来 那么纳粹统治的一个典型的标志 就在于剥夺民众的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 挪威作为德国纳粹的占领区 这样也不例外 但是纳粹当局和傀儡政府 想要剥夺挪威报刊出版社的民主权利 和民众接触媒体的途径 反而促进了挪威地下出版业的迅速发展 挪威的地下媒体成为了爱我者的喉舌 一次又一次的唤醒着迷茫的挪威人奋起反抗 这对于德国的统治非常的不利 所以当局为了堵住媒体的嘴 捂住民众的耳朵 基斯林傀儡政府开始在挪威全国范围之内 禁止挪威人未经允许使用电台和收音机 之后全挪威只有大约五万名国家统一党的党员 可以合法的收听电台 老百姓私自收听电台是非法行为 可是基林一出 反而催生了很多地下的出版社地下的报刊 这些报刊的内容经常取自于英国的报刊 帮助挪威人去了解目前战争的形势 据统计 当时挪威的地下印刷所 印发了约两三百种非法的报纸 有的甚至是在集中营内出版 当然负责地下报刊的印制和发行 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 在德国占领时期 挪威约有两万人参加了地下出版工作 其中的三千到四千人遭到了当局的逮捕 被送进监狱或者集中营 69人被处决 173人死在了集中营和监狱里 这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三百万的国家来说 足以让我们看到挪威民众抵抗的决心 1940年冬到1941年春 傀儡政筑当局准备用更加严厉的措施 来管理各社会职业的团体 当局一直试图委派国家统一党的党员 渗透到各个协会 1941年3月20日 当局准许国家统一党 可以对其反对者采取报复行动 任何人不能为此提出诉讼 那么这一连串的过分行径就激起了各类社会组织的反击 比如说医学协会就曾经强烈的抗议这些人的任命 不符合正规程序 在1941年4月3日 44个挪威的社会组织联合起来 包括了律师 教师 牧师 工会 国家官员 医生 法官 工程师 建筑师 化学师 铁路工人 林业工人 等各类的职业协会 向德国驻挪威的专员特博文 递交了抗议信 信中控诉吉斯林政府损害了司法体系 明显与国际法挪威的法律相悖 也同大部分挪威人的法律观念相悖 当时大约有7.5万人进行了署名 这也意味着在挪威 无论是教会 教育界 还是政府的内部 都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抵抗法西斯的洪流 那么作为德国挪威专员特博文 他最开始手段还是比较温和的 并没有直接处决教会的领导人 也没有大规模的惩罚 不忠诚的教师和公职人员 但是这次联署的抗议信 因为影响巨大 他彻底激怒了特博文 也让法西斯分子感到了害怕 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反抗者 不再是零星的组织或者个人 而是绝大部分挪威人 如果不再强硬一些的话 那么德国人很难完全的掌控挪威的政权 因此1941年6月12日 盖世太保突然逮捕了其中三个签署方 18日 特博文假议邀请43个组织的领导人 在议会大厦会面商议 同时他命令武装警察 在外围层层把守 见面的时候 特博文进行了一番侮辱性的讲话 然后逮捕了至少6名 签署抗议信的领导人 随后吉斯林的心腹 内务部长哈格林 宣布解散部分协会 并且重新分配国家统一党的党的委员 给剩下的组织 这个事件呢 就标志着挪威人民的公开抵抗结束了 抵抗运动被迫转入地下 那么抵抗运动转到地下 也意味着 抵抗运动从非暴力为主 转向以暴力来反抗德国纳粹的统治 其实呢 在战争之初 挪威人民就已经走出了 以暴力方式反击纳粹德国的第一步 1940年4月13日早晨 两个年轻人炸断了吕萨克大桥 这个桥是连接奥斯路 和弗尼布机场的主要的交通要道 对于德国的后勤供给非常重要 交通的阻断 直接影响到了德国 在挪威的人员物资调动 不过那个事件呢 规模比较小 涉及的人员也比较少 但他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那就是挪威人民 一定会坚决的反抗侵略者 而在挪威战役中战败的挪威军人们 也没有彻底的放弃 他们把手中的武器藏起来 保持着相互的联系 借助诸如组建运动俱乐部这样的形式 聚集在一起 后来他们开始尝试 建立自己的秘密军事组织 1941年5月 有五个地方武装小组 和一个车站领导层 合并新建了一个武装抵抗的小团体 成为了军事抵抗组织的雏形 那么武装抵抗小组的规模越来越大 挪威的军事抵抗组织逐渐的成型 那么这个组织的名字呢 就叫做米罗格 这是挪威文军事组织的缩写 那么这个组织成立之后 因为挪威人民这个时候 仍然尊奉哈康七世为国王 流亡政府是合法的民选政府 所以1941年6月10日 米罗格的领导人 向挪威国王哈康七世 报告了他们的计划和目的 争取流亡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坦言 米罗格正在准备建立秘密军 等到时机成熟 秘密军可以积极的配合 盟军的登陆行动 不过流亡政府最初的担心 是怕米罗格利用手里的枪 回头把枪口调转对向流亡政府 所以心存疑虑 不过呢 米罗格的领导人 专程赶到伦敦 和流亡政府商议 消除了流亡政府的误会 1941年11月20日 挪威国王和流亡政府 正式承认了米罗格的合法性 属于祖国阵线的军事部门 那么在此之后呢 米罗格就得到了盟国的大批援助 那么在二战期间 对挪威的地下抵抗运动 帮助最大的 也是让盖世太保和德国军方 非常头疼的 一个盟军的机构 就是英国特别行动处 简称为SOE 这是二战时期 英国建立的临时特殊秘密特工机构 1940年7月 经济战争大臣修道尔顿 给外交大臣海里法克斯写信 建议英国应该借鉴一下 中国游击队打击日本法西斯 爱尔兰的新分党运动 和西班牙非常规部队的经验 运用多种方式来打击敌人 包括工业上军事上的破坏 煽动工人罢工 进行持续的宣传工作 针对德国高官和叛国者的刺杀活动 联合抵制纳粹分子和发动暴乱 他认为他们需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 来激励被法西斯占领国家的人民 协助和指导当地的爱国分子 积极参与到反法西斯的行动中来 而且呢 这个新的组织应当独立于陆军部之外 道尔顿的这个观点和丘吉尔让欧洲燃烧起来的精神相吻合 所以经过一番的努力 1940年7月22日 英国特别行动处成立 总部设在伦敦贝克杰8号 这个新机构的负责人叫做弗兰克尼尔森 他在伦敦建立了十几个地区的分部 挪约分部呢 就在距离总部不远的街区 从欧洲各地来的爱国者 在SOE设立的学校里接受培训 再由分部指定任务 派回到祖国执行 训练的内容类似于军队的常规训练 学员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技能 比如说搏击 秘密接头 揭发无线电 跳伞 无声杀人 野外生存 工业破坏等等 还需要锻炼承受战争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 甚至要学会如何应付刑讯逼供的时候 防止泄露机密 那么SOE认为 在挪威的工作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单独的破坏和栖息行动 这需要和当地的米洛格和破坏暗杀小组合作 第二个呢 就是建立特别行动处的游击队 抵抗小组和武器运输队 为将来盟军登陆 提供后勤支持 第三个呢 是训练和武装米洛格的成员 为挪威的解放做准备 SOE在成立之初 并不被人看好 也不受重视 很多人认为 他不过是纠结了一群 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 他的作战方式 也不符合英国军队的作风 甚至军方正规的情报机构 秘密情报局 也认为在收集情报这方面 两者有职能冲突 SOE招募的那些 毫无经验的新人 会干扰到他们的正常工作 甚至会危害到 他们机构的特工的安全 虽然SOE在挪威活动的时间很久 但是很多的准备仍然不完善 还需要经常借用 秘密情报局架设的电台 来收发消息 直到1941年2月25日 SOE在挪威执行奶酪计划 这才架设了他们在挪威境内的 第一个电台 那么SOE的价值 一直到后来的重水之战 突袭行动成功之后 才被逐渐的认可 1940年初 SOE就已经开始招募 挪威的志愿者培养成特工 同时还派出了几名英国军官 到纳尔维克 托罗赫姆培尔根 斯塔万格 成立挪威分部 第一批特工在1940年秋天的时候 就被送到了挪威 尝试在当地建立抵抗小组 SOE认为 挪威目前尚无能力 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事抵抗组织 所以一切的军事抵抗活动 都需要由英方出导 1940年4月 布莱恩·梅菲尔德上校 所率领的小分队 在挪威人的协助下 炸毁了从培尔根 到奥斯陆的铁路线 5月份 他们又派出了12个小分队 破坏了松恩辖湾 和哈达厄侠湾地区的电话通讯 还有铁路线 同时还炸毁了 阿尔维克水电站的两台涡轮机 不过在大战爆发之后 英军失去了战争的主导权 反攻也不顺利 再加上法国开战 就不得不撤出了挪威 英军无暇顾及刚刚建立了SOE 所以整体的工作尽量缓慢 不过在初期 仍然是有两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奥德斯塔赫姆 斯塔赫姆1940年8月乘坐小船 渡过了北海到达英国 加入了SOE 1941年2月 是潜艇把他送到了 距离挪威海岸线三公里的地方 他自己一个人划着小独木舟 顶着海面的狂风靠近海岸 接着又徒步走了25公里 进入到挪威的本土 接下来的五个月 他在当地招募情报人员 侦察目标 寻找合适的空投目的地 建立了消息传递的渠道 向伦敦总部报告他建立地下组织的进度 以及德国人在西海岸的船坡洞下 他的情报帮助英国海军 准确识别了德国的战舰 匹斯麦号 并且成功地将他击沉 他的工作也为挪威建立秘密组织打下了基础 得到了很多人的赏识 有一位英国的海军上将就曾经问到 说这个男孩是谁 我愿意同他在任何的地方合作 1941年6月 盖尔泰宝截获了斯塔赫姆发送的信号 却无法解密 那么在盖尔泰宝追踪已久 即将收紧网口逮捕他的时候 斯塔赫姆他成功地逃脱 乘船回到了伦敦 斯塔赫姆再次回到挪威 是1941年10月 这一次盖尔泰宝又查到了 他在奥斯陆的住处 不过斯塔赫姆再次成功地逃脱 在藏门点 他计划俘获一艘 经常在克里斯蒂安桑和培尔根之间 防返的德国蒸汽船 所以他从SOE挑选了五名伙伴 携带武器一起行动 1942年5月15日 斯塔赫姆和他的同伴 伪装成普通的游客上船 等到航行出海的时候 他们持枪挟持了船长和重要的员工 让他们把船开向苏格兰的城市阿波丁 船只发出了逾期到达目的地的信号之后 德国人自然会去追赶船只 但是派出去的第一批飞机被英国的军方发现 成功地阻击了德国人 5月18日 船只载着他们所有的船员 巧克力 人造黄油 轮胎 烟草和炸药 顺利地抵达了阿波丁 那么斯塔赫姆他第三次回到挪威 是1943年2月 同行的呢 还有他刚刚抓获的德国党卫军第一装甲师的 是三名俘虏 他们原本要乘船出海 风浪太大 迫使船偏离了航线 结果最后被沿海巡逻的德军飞机发现 并且击沉 几周之后 斯塔赫姆的尸体 才在瑞典的海岸被发现 他牺牲的时候只有26岁 那么另外一位 在挪威抵抗者中声明远播的 就是马宁林格上位 关于他的事迹呢 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继续讲 是 ubiqu许verbs 勿告 微误 误